哇 哇 多黑一点 一层都是你 在那个树林里面 有一堵废弃的石墙 在里面找到游 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 从在外面都看不出来 这个洞 装进去 我已经开好路了 哇 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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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出来 这进来要灯 兄弟们 这边是一股石墙 很长的 一直通到那边去 别再说那个东西 灰溪的石墙 你照一下里面 看可以不可以 好里面 什么好里面 是 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研究一下 不难 这个好笑 这个就是石头雷起来的 对 蜜蜂好多 哦 什么 洞都黑了 对啊 我看一下 你看那石头都爬黑了 看到吗 哇塞 石头都黑了 看到分槽了啊 里面不知道有没有空间 哦 这个有点难堵 从上面分到下面来 对啊 整块都是分开 跟那个一样的 跟那天那窝一样 现在就拼一下空间 他 哎呦我看他不进去了 不进去了 不进去了 那现在看有没有空间 主要是 主要是看有没有空间 空间大不大啊 也不空 来 来 这块是 两个鸡腿耶 哇塞 嘿嘿 太饱满了 啊 大不大块 哎呦啊 不大块啊 主要都是蜜啊 都是蜜 哎呦啊 哇 哇 多黑一点 一层都是蜜 哇塞 这个饼饱满 烧吧 特别饱满 看着真的是流口水 酸酸 要把胡子当真拔了 长得一样嘛 也是黑黑的嘛 哎呦 哎呦 这会这人油蜜 嗯 油 来 拿去啊 哎呦拿过来 哦呀 你看你看 哇塞 你们看一下有多厚 嘿嘿嘿 看一下有多厚 我给我给我 啊 啊 什么情况 一吞天海南啊 一吞天海南 里面还有啊 都坐到上面去 哇 怎么不 你看那个角落 啊 那这这 跑到里面去了 又跑到里面去 哦 哎呀 这个蜜 你看看 哇 一整块都是蜜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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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斑斑 六啊 厨师说他明天要上班 不行 啊 踢出去 不行啊 不行不行 这个好好的照头 一大一进来都是 一来就没了 是吧 明天我 我参与 我参与 你可以你可以 刚愿饿肚子 对啊 我不吃啊 我还有传老大也会打餐过来 就是 不要他了 我也会煮啊 叫他只在家里看直播了 就行了 明明明明明明天道具带上 我也煮我也会煮 你煮啊 对我也会煮 把厨师这个 踢出去 踢了 我也会煮 我跟他捡活干 哈哈哈 这个像什么 像元宝 这个虽然小 但是精品 像个小元宝 虽然小块 像一块硬币圆圆的 但是精品 硬慢慢的 怎么穿口袋里面 哈哈哈 放口袋啊 十吨 来六十吨 看一下 分开啊 哦 哇塞 跟那天那个米一样 都是饱满的 啊 六一周熟啊 哇 就知道有没有啊 哇塞 我不行 不行 哎呀不行 上面这些是米 还有啊 下面是纸 哇塞 这边都是 那边都是 啊 这边都是 啊 这边都是 哎呀 挺高的哦 没有啊 那这个要怎么切 兄弟们 这个蜜我看了头疼 我们就看黑不黑 黑不黑就完事了 哦 这难道是 放在洞口里面 给放化霉了 是 怎么这么黑呢 有粉尘的时候 你粉尘一定要朝下 粉尘一定要朝下 你不要朝上 然后下面消掉 下面有粉尘消掉 啊 六一周熟啊 就知道有没有啊 嘿 你怎么 声音怎么变小了呢 还懒了了了 还带了一块在下面 哇塞 这老米抠出来 他说这没声音掉了 口号都喊不出来了 啊 这边黑黑的 啊 都滴下来了 快拉快拉快拉 哇塞 这个米漂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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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米砖男后啊 来啦 享受的表情 哇塞 看一下 小而精品啊 虽然它小 但是精品啊 你看看 哇 哇塞 不符合餐理 这么漂亮的米 就这一点点啊 没了 怎么就这一点点啊 没了 你讲这讲假的 没了 没了嘛 顿顿顿都在里面 你看 这么饱满 这么漂亮的米 他说 就搞了这些 这个明年来就多了 啊 就搞这一点点 哇塞 这种堵起来 堵起来 堵起来 堵好啊 明年再见 那窝没搞头啊 再给大家整一窝 走 你这些都是刺 这些 我修掉 这些要弄掉 然后在那块石头后面 进去啊 小心手 来啊 你们自己看 这黑不黑 你们说了算啊 这时候 马上要天黑了 这窝得搞到天黑啊 所以说风 不会怎么出路 估计这窝要爆头了啊 进去的 先研究一下 拐进去的 不怕时间不够 所以工程有点大啊 看到没有 看一看啊 看到没有 看到了 太里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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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密了 太里面了 太里面了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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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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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头就可以了 石头就可以了 是吧 用那个呼噜叼 把这块石头吊开 把它吊开 吊开了 就就就就 那就可以了 我还没试过 用这样的方法去密 要不然就明天搞吧 明天试一下吧 这时候天也黑了 然后这个大石头 也搞不了 不要分怕 像你说呼噜叼更好 呼噜叼试一下 把整块石头给它移开 把它放过来 把它放过来 放生过来就可以了 然后这窝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也就带了一根翘罐 那块石头也搞不了 明天拿一个那个呼噜调 就是那种带齿轮的那个呼噜调 把那块石头整块给它放开 就可以取到密了 明天继续吧 天马上要黑了 今天内窝的话就搞了 应该有个六斤 就六斤左右 拜拜 家伙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拿出来看一下 开稿 研究一下 今天去盘昨天内窝没搞出来的 那个石头 这个就叫葫芦串 葫芦串 是不是 这个葫芦串 葫芦串 我以为是葫芦串 这个能钓得开吗 能 这个开完小 那么小一个人 你要把石头给钓开 别看它小 对 力气大的 这个呢 这个要带走是吧 要 用这个去拉 这个板石头 嗯 这个够力 这个够力 这个拉不断 这个可以钓很 这个板石头的 特意就做了一条 板石头的 意思今天要动真格的 对 这二十斤鱼 要认真给它挖出来 要不然 要不然 我们不是本跑的连毯 对吧 这没有弯二十斤鱼出来 都对不起关走了 是啊 走 开赶啊 明天我不来了 你不要叫我了 你还可以啊 手表的 手不要打开啊 这里啊 怎么会在那边呢 那边是空间 没前途 没前途啊 哇 哎 可以了 没前途 没前途 明天不要来了 明天我不来了 你这卡拉咪的 这个运气不能走 不能走 我明天不来了 可能不能叫卡拉咪 我吃一块了 吃啊 使劲吃 吃完都好的 吃完好的 是黑黑的 吃完好的嘛 使劲吃 能不能让卡拉咪取来 卡拉咪今天运气可以啊 那今天卡拉咪运气可以 我说今天运气可以 可以跟我去挖 我先看一下 是2.5的话就不要去 如果你挖一窝2.5 你就在下面等 不要去 等下把它的摔气带给我了 哈哈哈哈 这个跟您内窝比起来怎么样 很年多了 什么 比你那个还要多 嗯 这么黑的你 你都内窝都没怎么黑 没有 那这听了信心十足了 嗯 信心十足啊 小燕说她的刚才一窝都没怎么黑 是这个后面啊 啊 空间大不大 掉出来 应该可以 应该可以啊 这小燕今天不是卡拉咪说话 可以掉吗 硬气起来了啊 不是啊 你要掏这里啊 小燕 哇 这个洞口 小燕 洞口怎么样 黑不黑 那应该爆桶了 那里不能掏 那里不能掏 甚至掏得下去 这很久了 这老桶了 肯定很久了 以为你们能保向 我们就不能保向 这个洞口比我刚才 挖的那窝爬得还要黑啊 那意思 可能会比你那窝还要大 对啊 这真的比我刚才挖的那个洞 还要黑 兄弟们啊 你们自己听啊 这个可不是我吹牛的啊 意思是用车子来拉是不是 什么 用车子来拉 拉下个大石头 我的意思是 等下要把我那神车开过来拉啊 他说用车子来拉 兄弟们啊 第一次拉石头 第一次拉石头啊 拉10区米 下面估计得有个30斤米啊 都没有挖个30斤 都对不起观众人 这个你找的 这么黑的洞呢 不是我找的 还谁找的 阿牛说 阿牛找的吗 阿牛 阿牛他出来是浪费 没心管的呢 这个 这个我不找啊 你怎么又不找的呢 这边开拉 用干湿固定啊 然后通过这个葫芦 把他这块石头给他拉起来 好 阿伍啊 有没有信信啊 有 怎么拉那么细 还没有拉紧吗 那么细能拉得起来 那开始 刚刚开始竖起来了 看到了 等下那个什么螺丝都给掉起来了 哎 开始奔紧了哈 奔了 开始奔了 奔紧了奔紧了 他没有再奔 哇塞 哦 动了动了动了 动了 动了 哦 你不要站那边 你走开 小心这个盘过来 对 加油 努力 他死要用力 出来了慢点慢点慢点 等下看看啊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你手不要换那边啊 对 不是不是 我就在这个石头上面 啊 好黑啊 好黑哦 哇塞 好黑 把上面搞干净 吃鸡 这个密就在这里 那里都搞干净 这个有没有比成金顶好死 好死 好死 以后看拿块石头看不光 不爽就把它放开 掉开 掉开 力气很很大你看 力气大不大 兄弟们 哇 在掉了啊 跑出来了 什么掉了 啊 你掉了 现在别弄了别弄了一块 别弄了 先看一下什么情况 先看一下什么情况 这个这个石头上面 好黑 好黑 什么情况 你不要坐到那边去 你到这里到一截 一半截 我到那边 我到一半截啊 到这里 到那里去了 到那里去了 你那边也能看得到啊 到这里了 到那边也能看得到啊 断电了 断电了 我看一下 断电了没事了 你一把先弄掉 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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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秘密 很大块啊 把那些石头偷空 哇塞 很大块很大块 那边也看得到啊 这边都在这边 都在石头下面 都在石头下面啊 来 这边扣一块树来了啊 嗯 来来来来来 一二块 全部石头搬开了 全部给它掉了 这两块拿走 再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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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慢点 再拉 阿卫手不要放在那个上面 手不要放绳子上 再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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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不能走开了 好 对 顶石头 那个位置卡住 这一块都是泥吧 这块不要 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 有没有米啊 对 哇塞 可以啊 可以了啊 有米 那边有泥巴等下来消掉 泥巴要消干净啊 两匹连在一起 别掉了别掉了 对 那是给大家刷出来 刷出来的话 慢点慢点 你都哭 那肯定中了 哦 哎 不是太饱吗 两片 全部坐在这大石头下面 给你介绎 把它盛开 要不要拿那个签子 把它拿来释开 里面比较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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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那一块比较少了 里面那一块留着 那一块不要搁 一点水里 留一块 哦 这窝困太多了 都结团在你帽子上面了 嗯 怎么在我帽子上 好土 好土 然后留了一匹啊 留了一匹 等一下我们再把这块石头给它换下来 来把支撑点啊 支撑点给它拿出来 等一下 好 把里面空间下面的泥巴掏起来 扣大一点点就 上面这些用石头堵住 对 石头堵一下泥巴再盖一下啊 好了 明天 明天又是一大窝 走啊 撤兔 看一下米啊 哎呀 这么大一个工程 有没有三斤 差不多 差不多就三斤 搞了这么大一个工程 就三斤米 虽然说米不多 那石头下面米不多 但是今天 体验到了那个 葫芦钓的威力啊 下次我们碰到这种石头 我们就不用三分泡 直接把那石头给它钓起来 第一次用这个葫芦钓 感觉也是比较好玩 那个速度快多了 如果这时候用分泡 还在山上打呢 这个也节约了时间 那就先回去了啊 拜拜